跟我講說恐怖情人來了 你要小心喔 我會毀了你喔 我真的覺得他很恐怖 心裡很毛很怕 愛狗的另一半竟然是恐怖情人 兩人在今年2月交往 半年後他才知道對方 被激怒之後就會開始摔東西 失火了 再來就是動手 當初因為愛狗 加裝遠端監視器 沒想到卻拍下男友的惡行惡狀 男友在上學機會 接連的他把我掌 他只是摔我把我掌 掐過一次 開始揮拳回來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樣 上學家庭 因為他就是不適合 他覺得我沒有資格 跟他一樣分手 張系女子不堪長期家暴 搬回家裡 對方卻 我隨便社區租戶進到我家 撞進我家 然後馬上就用家居擋住 我家大猛 他就去開玩笑 一副就知道同歸已經那樣子了 有一次他騎摩托車 所以我汽車追逐啊 所以我們要上客戶到路前 然後摩托車好像就擋在我汽車前面 一副 無處後躲啊 他也不怕我收到他 趕快上鎖啊 趕快報警 行警他趕快過來協助我 我真的覺得很害怕 趕快進去 我每天都睡不著 恐怖情人如影隨行 張系女子報警 提出傷害告訴 並申請保護令 被控家暴的劉姓男子 目前沒有出面回應 突發忠心 我精神已經受到很嚴重的困難 報道